台湾政府从武汉接回民众的第二批包机 终于在3月10号的深夜起飞 台湾和大陆双方分别派出了 华航、东航两个班机飞行 接回了360亿人 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11号下午发文感谢 双方参与包机任务的所有执行人员 以及台湾疫情中心的调度安排 蔡总统提到 由于两岸双方对于防护标准的认知落差 以及不同的作为 在实际执行过程显得一波三折 不过她强调 台湾始终坚持原则是 没有政治考量 只有防疫考量